北明有声 那就是他在 韩经公安系统中的声誉 有法制频道担保 大部分的人 都会愿意去相信诚哥 女人的态度 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看着一条条新闻 甚至怀疑这些是伪造的 他又拿出自己手机 上网搜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诚哥的 本职工作 鬼窝老板 这下更有意思了 我没骗你吧 你还蛮出名的 女人看似温柔 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诚哥发现 温柔只是他的保护色 这个女人并不愿意 去相信别人 她一直以来 似乎都是在依靠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 好好谈谈了 诚哥看向那个孩子 他是从什么时候 变成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可能 他一出生就与众不同 我并不觉得 这是他的不对 应该只是我们 没有学会 接纳他的方法 孩子是女人 心中最柔软的一个点 是让他变得 坚强的一个点 也是最让他 揪心的一个点 医生说我的孩子 是自闭症 建议尽早治疗 但是我感觉 算了 医生说的应该没错 使我想太多了 女人隐藏了某些东西 她还是不愿意说出来 诚哥也没有强求 能带我去这孩子 平时生活的地方看看吗 诚哥想要去 对方的家里 看看能不能 找到什么线索 但直接这么说 太不礼貌 所以他用了 更委婉的一套说法 这倒没问题 不过我该去上班了 中午见怎么样 女人递给 诚哥一张名片 然后一刻也不愿耽误 快步离开了 房屋中介 诚哥看了一页名片 将其放入背包 新市集乐园 也快要开门了 我自己进入水库里面 不太现实 他提着背包 找到了一个 备阳的地方 翻动漫画册 换出了许音 小布 门楠和水鬼红衣 有个事情 想拜托一下你 诚哥盯着水鬼红衣 等会儿 你带着他们三位红衣 一起进入水库 我需要你们寻找一幅棺材 那棺材下面 有一个大洞 你们进入洞中探查一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藏什么东西 我独自去就可以了 没必要劳烦他们 水鬼红衣态度很好 跟初见诚哥时 简直天差地别 你不要以为 我让他们跟着你 是担心你逃走 我是想让他们保护你 那个洞穴非常危险 不要打意 诚哥将他们送入了水库 然后就站在水库旁边等待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几位红衣还是没有回来 难道出意外了 不可能啊 有小布在 就算是遇到了顶级红衣 也可以全身而退啊 又等了很久 就在诚哥翻动漫画册 准备让其他红衣去探查的时候 空气中血腥味变浓郁 几位红衣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了诚哥身旁 有发现吗 诚哥现水轨的脸色非常差 心中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洞好像连接着寒江的其他几条大江 内部岔路很多 我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到头 门南第一个开口 而且洞内似乎存在着一种可怕的东西 就连小布都感受到了危险 连小布都感觉到了危险 这可不是普通红衣 能够做到的 散发出那种恐怖气息的东西 好像不是红衣 水轨红衣脸色很差 他一开始还想着找机会逃跑 进入洞穴后瞬间就老实了 紧紧跟在小布身后 那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不清楚 但应该不是鬼和执念 对了 我们还在洞穴里找到了这个 红衣水轨拿出了两个 手工课程的粗糙塑像 一男一女 上面模模糊糊刻着 成个父母的名字 你们是在洞穴哪个位置找到的 那洞穴里面 到处都是他们两个的塑像 不过所有的塑像都是残缺的 就好像是雕刻好后 又被人故意砸坏 我们也是找了很久 才找的这两个还算完整的 成个看着塑像上自己父母的名字 沉默不已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朝阳升起 成个将所有红衣收回漫画册当中 他拿着那两个塑像站在水库旁边 我之前听影子说过一句话 明台降上可能会以整座成为母体 水太深 一眼看不到底 清澈的表面下 谁也不知道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明台应该也很想有自己的父母 收起那两个塑像 成个转身离开 影子所有的变化 都是从进入门后世界开始的 恐怖屋里的那扇门 彻底改变了他 等明台任务结束 我也推开那扇门 进去看看吧 打车回到新世纪乐园 成哥给员工们化了妆 然后他就进了员工休息室 到头睡一圈 他必须养足精神 因为今夜就是最后一个夜晚 等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 那个睁开眼看到阳光的人 可能就不再是他自己了 恐怖屋已经走上了正位 不需要他再多费心 鬼怪员工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他们的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得以延伸 下午一点钟 成哥被闹钟惊醒 他提上背包匆匆离开了员工休息室 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来到了老城区 兜兜转转 没想到又回到了这里 老城区很大 成哥之前也只是去过一小部分 他拿着名片边走边询问 终于在一个很破旧的小区旁边 找到了女人工作的地方 九红房屋中介 广告招牌上的字掉了一半 玻璃房门敞开着 似乎是出了什么故障 根本关不严 正对着房门的电线杆上 贴着一大堆广告 有征婚的 有治疗皮肤病的 还有寻人启事 电线杆旁边乱糟糟停着几辆自行车 其中还有一辆车的车胎被扎破了 门口地砖铺的还算整齐 可是除了门口那一部分 两边的地砖全都已经开了 一脚踩上去还会从缝隙里冒出黑色的污水 随着寒江不断发展 老城区很多地方都已经旧改 但这里显然是个例外 陈哥拿着名片朝着屋内看了一眼 破旧的木质沙发上一个老人正在哀声叹气 他手中捧着一杯浑浊的茶水 屋子里好像有人在争吵 声音很大 就算乘客站在门口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姐 你给我推荐那个地方真的不适合我 今天说啥你都要给我退了 是啊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 问题是那样的房子 谁敢住啊 退房 不要找理由啊 我们也不容易 你要坚持不退 那我们就天天过来闹 几个人围在服务台那里 群情激愤 似乎是被房屋中介给骗了 大爷 他们在吵什么呢 诚哥悄悄走进屋内 并没有通知工作人员 而是自来熟地坐到了大爷身边 你也是来坐房的吗 对啊 要不我来这里干什么 诚哥很是好奇地朝服务台那边看了一眼 小男孩的妈妈表情苦涩 不断跟周围的人解释着什么 哎呀 千万别来这里坐房 赶紧走吧 大爷小声提醒了一句 为什么呀 诚哥随口问道 不要贪小便宜 这里的苏亲虽然是父亲最便宜的 但是 大爷挠了挠头 最后憋出了四个字 哎 一言难尽嘛 您别说一半留一半啊 搞得我越来越好奇了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他家的房子就是很怪 总会出各种各样的事情 以前还报出过他家做凶宅生意 大爷脸上的皱纹挤了一起 凶宅你知道吧 我们老板把死过人的房子低价出租 还不告诉租客 结果凑巧了 那个租客是个什么鬼故事爱好者 天天在网上搜索真实灵异故事 结果有一天晚上 他在网上看了一篇报道 报道里选用的图片就是他家 那可真是太刺激了 乘客发现这大爷还蛮有意思 连真实灵异故事都知道 哎呦 岂只是刺激啊 差点没把他给吓死 自己睡过的床上曾经躺过尸体 自己平时泡澡的池子泡过死者 搁谁也谁受得了啊